南京京县考古史上首座妇女合葬墓 只见两具骨骼诡异搂在一起 姿势奇怪引发众人遐想 除此之外 专家还在墓葬旁边发现500颗红色小药丸 经过仔细研究后 专家怒斥 简直不是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红色药丸又是什么东西呢 1984年的一天早上 江苏南京一位老农早早的就去地里干活 但途经一处空地时 突然发现这里和往常有点不一样 由于前几天刚下过大雨 涂里一些杂质全都显现出来 可唯独这一片区域的土 比其他地方颜色都要深 难不成有什么东西埋在这里 带着巨大的疑惑 老农拿着铁锹就挖了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 铁锹似乎顶到了一块坚硬的物质 老农拿起来一看 这不是青铜器吗 他没有过多的停留 而是将这件事情给村长说了 村长听说老农挖出了青铜器 也赶忙前去查看情况 只见青铜器的下方 似乎还有什么东西被压在下面 村长也犹豫了 之前听村子里的老人说这里有古墓 但一直没有发现 难不成古墓在这儿 带着巨大的疑惑 村长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接到这个消息后 当地文物局立刻赶往了现场 并对这片区域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最终经过仔细的测量后 专家们断定这里有座古墓 他们没有犹豫 马上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最终经过几天的努力 一座合葬墓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而在墓葬的周围 专家发现了大量的金银首饰和陪葬品 陶瓷青铜器也是应有尽有 专家们全都兴奋极了 因为根据陪葬品的规格 这里面躺的很有可能是古代的一个达官贵人 抱着期待的想法 专家们先打开了两个墓室中较大的那一个 可就当他们打开的瞬间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这间墓室中一片狼藉 棺材各个部分也散落一地 墓主人的尸骨也是不见踪影 更别提什么陪葬品了 看来这个主墓室已经被盗 专家们又担心了起来 既然主墓室都被盗了 那么想必较小的那一个也不会幸免 抱着侥幸的心理 专家们打开了小的墓室 虽然有所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南京发现考古史上第一座妇女合葬墓 只见两具骨骼诡异包在一起 姿势奇怪 引发众人遐想周围还散落着五百多颗红色药丸 专家检测完药丸的成分后愤怒不已 直言父亲不是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专家们抱着侥幸心理打开较小的墓室时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虽然主墓室已经被破坏的潦草不堪 但这个墓室却保存异常完美 周围的陪葬品数不胜数 金银珠宝应有尽有 这个时候专家们很诧异为何盗墓贼知道主墓室而对另一个视而不见呢 自来想去他们也想不通这一点 索性准备开关查看尸体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然后下起了大暴雨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东西一样 专家们没有办法 只好等到雨停后继续发掘 这暴雨一下就是一周 等到雨停之后 专家们在棺材的周围发现了很多不明的红色颗粒物 他们将这些东西带回研究室研究 然后就将棺材给打开了 令人惊讶的是 棺材里竟然有两具尸骨 并且两具尸骨姿势极其诡异 小的蜷缩在大的怀里 大的则紧紧抱着小的 这让专家们又摸不着头脑了 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墓室吗 为什么不再给小的建造一个墓室呢 而在棺材的周围 专家们又发现了这些奇怪的红色药丸 并且数量非常之多 足足有五百多颗 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专家们很快将尸骨进行了检测 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两具尸骨竟然是一男一女 并且小的只有十几岁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一对夫妻 也不是母亲搂着女儿 而是一个父亲搂着一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这让所有人都异常诧异 奇怪的事情也解释不清 为何男主人不躺在主墓室 为何他要搂着自己的女儿 主墓室里躺的究竟是不是他的妻子 那些红色药丸又是何物呢 种种谜团萦绕在考古人员的脑中 他们也只能一点一点的研究 最终在这座墓室的东南角 他们发现了一个墓志明 所有人都很高兴 墓志明中一定会有墓主人生平的记载 至于这些奇怪的现象 说不定墓志明里也会一一解释清楚 南京发现考古历史上首座妇女合葬墓 两具骨骼诡异摟抱在一起 姿势奇怪引发众人遐想 除此之外墓中还有五百余颗红色药丸 专家经过检测后 直呼父亲不是人 这到底是为何呢 就在专家摸不到头脑的时候 在墓室的东南角 他们发现了一个墓志明 这下大部分谜团都能解开了 这件墓志明中写道 在西汉时期 有一个地主叫做王斌 他生前管着许许多多的农民 虽然时不时压榨他们 可总体来说对他们还是好的 可女儿生下来却天生有疾病 这让王斌异常苦恼 他想方设法给女儿治病 最后在一个大仙那里得到了一个偏方 那即是朱砂与特定物质制成的药丸 可以缓解女儿的疾病 王斌没有多想就要到了药方 渐渐的他发现 女儿的病似乎真的有了好转 但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女儿依赖上了这种药 如果药物断了的话 女儿的病情就会加重 王斌没有办法 只好让人大量制造这种药丸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女儿因为种种药引越来越大 神志不清 用头就撞上了一个石头 虽然家人及时发现 但女儿还是没能救活 当母亲听说女儿一头撞死之后 自己也在悲痛中突然咽了气 地主一时间傻了眼 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灭了 终于在一周之后 也就是头七那天 王斌也上吊自尽了 在上吊之前他留下遗书 希望自己可以和女儿合葬在一起 并且在下葬之后 在棺材周围埋上大量的药丸 以供女儿死后去阴间吃 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